立法會議員黃定光是林肯大學的榮譽博士 他們五個人跟香港其他知名人士一樣 分別獲得美國林肯大學和加拿大特許管理學院的榮譽院士和榮譽博士銜頭 認證他們夠資格獲得這些榮譽 是香港一間叫做亞洲知識管理學院 亞洲知識管理學院2001年成立 官方網頁介紹是世界第一間發展有關知識管理認證標準的專業機構 怎樣才能獲得榮譽資格呢 學院會主動邀請社會人士申請 有院士、榮譽博士、榮譽教授可以選擇 填完這份網上申請表就要經過評審 我們幫其中一位獲邀人士打電話去查詢 職員說評審不用錢 但接受榮譽資格就要付行政費 院士的費用是98000元 但有沒有說博士或教授會貴一些 會的一定會的 另一個職員就這樣說 我可以這麼說坦白一點 如果假如那位協家是沒有任何榮譽資格的 大部分的人是院士加博士 旁邊多些人就是余蓉博士或教授 另外那些我們是倒勒給大學的 哪間大學 林肯大學 你知道林肯大學是甚麼嗎 林肯大學的名字很大 是世界知名大學 根據林肯大學的網頁 看到地址在路易斯安那州 新奧爾良市一條大街的Energy Center 用Google搜尋 發現Energy Center是一座商業大廈 在搜尋大廈的租戶名單 校子所在的2300室是一間律師樓 我們問過路易斯安那州大學評議會 他說林肯大學並沒有註冊 不可以頒授學位 亦多次觸犯法例 因為一直找不到負責人 已經向法庭申請禁制令 另一間頒授榮譽院士和教授學位的 加拿大特許管理學院 校子在溫哥華 我們實地看過 現在是一間家事店 以前就是會計師樓 我們問過加拿大專上教育部 黃定光、鄭成龍都說 他們沒有給過錢 是對方主動給學位他們 也沒有主動用過這些銜頭 鄭耀堂說太久不記得 勞文端就說要先查一下 西貢區議會主席吳士夫說沒有用過銜頭 但就承認有給過錢 當時好像陷入了20萬 我們都不是因為有名譽而給錢 問題是覺得發展教育 所以我就給錢 有線電視記者楊梁杰報導 亞洲知識管理學院和聲稱班授學位的學術機構 背後都有同一個關鍵人物 學院說自己是非牟利機構 但每年都會將千多萬管理費給了一間關聯公司 由楊梁杰繼續說說 班授這些榮譽銜頭的 是美國林肯大學和加拿大特許管理學院 哪些人有資格拿到學位呢 就是由在香港的亞洲知識管理學院負責認證 這間亞洲知識管理學院的創辦人叫廖雙坤 加拿大特許管理學院其中一位註冊董事 英文拼音也是廖雙坤 林肯大學又怎樣呢 根據亞洲知識管理學院的文件介紹 林肯大學的學位得到五個專業團體認可 這五個分別在美加的專業團體 我們透過當地公司查冊系統 發現全部都有一位董事 英文拼音都是廖雙坤 廖雙坤2001年創辦亞洲知識管理學院 學院網頁說他們是非牟利機構 我們找到學院的財務報表 2018年他們的主要收入來自榮譽計劃 有1100萬 連同會費和活動收入 全年總收入超過1700萬 當中有1400萬 以秘書及活動管理費的名義 給了一間叫做 Nonage Base Limited 的關聯公司 董事叫韋志偉 同樣是亞洲知識管理學院的董事 兩間機構的登記地址也都一樣 這筆比關聯公司的管理費 金額連連不同 但是我們發現過去四年 學院收入多些 管理費就會高些 黃定光曾經是亞洲知識管理學院的常務院長 2017年辭職 我是很震驚的 將來如果出現違法的事 我必定追究 那他當初為何會做常務院長呢 當時張俊生副社長 新華社副社長 都有參與他們的活動 既然是這樣 我亦都接受了他們邀請 實際運作 我是沒有參與的 亦都起過選 可以說是沒有任何的 金錢上的利益 我們去亞洲知識管理學院找過了相關 如果有懷疑你可以報警 他拒絕接受訪問 亦都沒有回應我們的書面提問 有線電視記者楊良傑報導 亞洲知識管理學院聲稱 有七位諾貝爾獎得主 是學院的榮縣榮譽院長 楊良傑找到其中三位問過 亞洲知識管理學院網頁中的宣傳片 有前特首梁振英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和全國政協委員高永文等 網頁還顯示 有七位諾貝爾得獎人 擔任學院的榮縣榮譽院長 2002年諾貝爾法學獎得主 富爾特維特里希 透過助理回覆我們說 2016年來過香港兩天出席活動 之後沒有再跟任何香港機構聯繫 亦都不知道自己做了榮譽院長 2008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彩爾豪心回覆說 15年應學院邀請來香港出席頒獎禮 但是就不知道做了榮譽院長 2009年諾貝爾法學獎得主艾達尤拿德 就說沒有回應 學院另一位榮譽院長是他 胡力威同時也是加拿大特區管理學院的榮譽教授 他說不回應事件 學院今年9月都有舉辦一項獎禮 最新獲賓榮譽博士和榮譽院士的 有華記茶餐廳的老闆楊觀華和前港者張馬利 有線電視記者楊良傑報導 報導中提及過的吳士福已經報名參選今屆的區議會選舉 和區已經報名的還有梁顯欣 嗎 好 咦 我們